听的见着是声 听不见着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 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好 我是杰克 让我们打开另外一个声称的耳朵 一起提升听的能力 声音可以疗愈身心 声音可以让我们五个感官重新连接启动 声音可以启发我们潜藏的灵感 声音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 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 我是杰克 也就声音三十多年 朋友都说我是声音研究的疯子 不计代价的探索声音几乎是一辈子了 那我会乐器制作 我会做西洋的小提琴 也会做中国的古琴 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古琴是什么 就琴棋书画这个琴 那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音响优化的技术 很多人不知道说声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等级 那因为经过提升的技术之后 以前在乐器上面已经得到证明 那在我的官网里面有看到很多 不管是铜锣 不管是这个千威纳月首席 或是各个钢琴家小提琴家 他们只要这个乐器都可以经过我的技术 而音质提升 但是我这个技术基本上没人听过 那觉得很神奇 但是什么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会有一个人会懂这个东西 那我有对声音有一种不同程度的理解 那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把这些想法跟技术 可以落地跟大家分享 虽然说大家对我的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技术可能还不是那么理解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需要点时间 去年年底我也出了一本书 叫声音的力量 还有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课程 我相信对声音也比较基础的理解 那今年开始就是我比较非常忙碌的一年 因为太多的演讲跟太多的邀约 大家对于声音这个项目 我觉得也很神奇 从去年Podcast的红 今年Clubhouse红 自从我三月份开始以后 我知道Clubhouse这件事情 我三月八号才进Clubhouse 那我经过一个将近一个月学习了 那我四月四号开始正式开房间 那开了房间就教大家怎么样去听声音 那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讲过这样的课程 这完全所有的内容都是我原唱出来的 那也是我这辈子探索声音 我希望在这个高度上面 让大家知道说 声音到底有怎么样的可能性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希望 你在这辈子里面 希望透过声音的力量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健康 可以帮助你的情绪 可以有一个新的整合 或是在于意识冲击的部分 找到你人生真正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课程 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导引 跟一点建议 那你不用相信我讲的话 但是你可以把我的话 我的经验做点参考 或许可以帮助你 不管你多少多大年纪 或是你在人生的经验是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我先把这个上次的五月天的部分 我做一个recap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上个礼拜讲什么 因为cloudhouse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观察 有些人这次有来 有些人上次没来 有些人非常认真 每次都来 那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尽可能的满足大家人 但是我对于五月天的上次讲 五月天生意的感染力 跟天团与星际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大家有点recap 上次我讲到说 我认为人类的生意有五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就是家用等级 所以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家用等级 家用等级什么意思呢 就是娱乐等级了 娱乐等级跟家用等级没什么差别 就是你听到一个音乐 听到一个声音 你听到它是知道它是谁讲话 或是你听到说知道这是什么乐器 那或是说你听得出来 它演奏什么曲子 那个melody 那个旋律 大概就这样 大部分人对声音理解就是这样 再更进一步没有了 就是第一个 我们叫家用等级 娱乐等级 第二个等级就是 疗愈等级 医疗等级 疗愈等级 可能现在大概可能有点感觉 跟认知的 就是好像说 铜锣玉 宋波 这种 或者有些人声的唱颂 这样的 可能有点疗愈等级 但是甚至有些人敲拨 或是敲锣 敲了十几年 他也不晓得 这个东西跟身体 感觉上有点舒服 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共振 可能有些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在台中 也受邀这一个 一个铜锣的工坊 他们下次开幕的时候 我要受邀去演讲 也在讲这个部分 就是为什么铜锣 跟我们身体之间 共振的关系是什么 就算他敲铜锣 已经敲了十几年了 可是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有我的观点 也可以听过他们分享 如果我的观点 真的 我再讲一遍 我的观点 你永远不用认为是对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声音在现在来讲 还是在科学上 还是没有跟上来 就是声音的量度单位 只有两个 一个叫做Hz 音高准不准 第二个叫做db分贝 就是声音量大不大 分贝都是一个相对值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人类耳朵非常神奇 跟你一般想的不一样 假设你现在在一个音乐厅 你看到有一个人 在你前面大概是20公尺 那他在你坐在台下 20公尺远 或是10公尺远 不要讲那么远好了 比如说一个人在你五公尺 在你五公尺面前 他唱歌好了 他唱歌就一个人的音量 你距离五公尺 那如果这个音量 你感受到以后 假设是两个人 照理讲 照物理学来讲 照物理学 不要讲物理学 照科学来讲 你会想说 两个人就两倍的音量 对不对 你坐在那里两倍 是你耳朵真的是听到两倍的音量吗 我先不回答大家 如果现在有一个合唱团 是50个人 一样距离五公尺 在你面前唱 是50个人的音量吗 大家唱的音量都一样 你耳朵听到是 那个一个人的音量的50倍吗 我再打个问号 然后呢 假设100个人 在你面前 一样距离五公尺 然后100个人 同时唱一样的音量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是 一个人音量的100倍吗 不是的 我再先跟你讲答案 不是的 你耳朵会自己修正 真的很奇妙 我们耳朵真的是一个 很神奇的事情 我们耳朵会自己修正 不是刚好是100倍 不是100倍 我们耳朵会自己修正到 我们自己觉得 它有一个对比在 跟背景的对比 耳朵会自己修正回来 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 回过头来讲 所以说刚刚讲的是 医疗等级的声音 第三个等级 就是军事等级的声音 军事可以等级 也可以救人 也可以伤人 刚讲医疗等级 是可以救人 第二个等级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们在二元对立的世界 一个爱情可以伤害你 也可以让你觉得很甜蜜 一样的 就是一件事情 都有正反两面 我们只要在 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 没有什么绝对好的 就像现在你看到 绝对好的什么 绿能产业 电动车 那是现在 因为大家政府在推动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电动车有什么缺点 电动车 其实碳排放量 也超级无敌大 这另外一件事情 就像以前 几十年前 我们认为说 核能很干净 发现核废料 不知道怎么处理 在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 都是正反两面 只是我们有时候 看不到那个缺点的部分 我们都以为说 这个东西是百分之百好 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就是有正反 我们有生就死 我们有好就坏 我们就是非对错 就是这样 所以一样的 在这个声音里面 有医疗等级的声音 一定有军事 可以伤害人等级的声音 所以你怎么样 让伤害等级的声音 可以降到最低 你慢慢可以 上次我在 2018国际电子 生物医学论传里面 我在台上讲 我说 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很多女孩子 对不对 不抽烟不喝酒 又吃有机食物 可是为什么会得肺癌 那有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时候我在台上 简单讲一讲 我说 有没有个可能 我讲可能 我不是讲说一定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所有医生 所有的女孩子 最常去烫头发 对不对 烫头发 烫头发以后 你知道那个烫头发 那个机器 所发出来的声音 对不对 然后你也知道 那个温度的变化 每次烫头发 所有女孩子都知道说 烫完头发以后 你的发质会 发质会变得比较差 你发质会变得 容易 这个什么 调发比以前高 或是你的发质 会开始比较比以前差 然后而且 就是不像以前 那样污溜溜 光鲜亮丽 但你们知道 你们的烫发 跟这个过程里面 对你头皮以上的东西 是不好的 你马上可以看到 可是对头皮以下 难道你都没感觉吗 因为你看不到 你就以为说没事 你知道吗 其实 天哪 你知道吗 那个是个不平衡的 高频的声音 在你脑袋里面 两个小时 对不对 那你整个头都被罩着 所以我那时候会建议 你真的没有办法 帮助你的头 好歹你的耳朵塞个耳塞 那这样最起码可以降低 这种很不愉悦的声音 在你 你不得不做 你又爱美 你要烫头发 对不对 还有那个 一样 那个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 有声音能听的不多了 对不对 吸尘器也是 为什么你家的狗 听到吸尘器就跑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对 那个声音不和谐的状态 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都以为说 这个东西好像没差 我就这样 其实你听久了 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受伤了 其实你自己不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 在我们讲医疗等级的声音 伤害等级的声音 就军事等级的声音 好 很重要的五月天 是属于什么等级 叫做航太等级的声音 航太等级 也可以叫做星际等级 什么叫星际等级 就在一个维度里面 我们同一个维度里面 我眼睛看得到了 用天文望远镜 可以看到 从地球看到那个星星 不管是多远 那我们都可以讲 它在同一个维度里面 同一个维度 就不是跨维度 不是跨维度 就在同一个维度里面 它可以不同的星系 所以我上次特别讲说 五月天的声音 事实上是属于星际等级的声音 就是不同星际的声音 它在互相传递 那为什么呢 五月天的阿信 跟这个怪兽 这些石头 这些人 那都是人 为什么你讲说 它是一个航太等级 或星际等级的声音 其实阿信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 各位里面是五米 尤其是Carrie也是五米 阿信的声音 其实坦白讲 不是那么样优秀 我可能跟各位这样讲 他真的是个创作天才 但是他以声音来讲 我觉得他比周觉朗好一点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 很好的唱歌的歌手 但是他写出来 他共振枪就也偏喉咙 在鼻子上面高一点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我上次有讲诺贝尔 讲得主得奖的经历来讲 跟各位讲说 这个灵感的来源 就是一个人在创作过程来讲 尤其他带天命的人 我在讲 有些人是带天命的 他以为他的灵感 事实上不是 是老天透过他这个身体 他这个Channel 他当然也很认真 他可能还跟前世有关了 他觉得透过他 他把这些歌曲写下来 或是以前像诺贝尔 讲得主的时候 他是透过他自己 他以为他很认真 他是个学霸 透过他把这个理论发现 创造出来 所以某种程度上 可能你以为说 他是一个灵感 事实上对我程度来讲 他是一个下载的资讯 所以五月天这五个人 基本上对我来讲 他们在共同创造曲子的时候 他们是在下载一些资讯 下载什么资讯呢 因为他们在星空这首歌里面 已经讲了 我个人认为他已经透露这些讯息了 尤其在五月天五明一的时候 唱歌有个手势 五个手指头要指出来 对天上 对天上不是对的五月天是干嘛 是跟星际的呼唤 我个人认为讲 他们这星空这个曲子 在猎户天狼之女 他们五个人大概都分别来自于 这五个星期 那你看他的歌词 今天我就不讲了 他们最后为什么把他说 他在人海里漂流 而且未来的未来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为什么没有想过 因为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 包括你们在下 你们现在在台下 所有听的 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都一样 就来到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时候 我们都被reset过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根本就忘记了 就甚至忘了 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地球 所以五月天的歌词里面 已经讲很多了 那至少回忆会永久 像不变的星空陪着我 所以五月天所有这些 这些歌迷们 为什么会觉得 听五月天的歌词 非常激动的原因是说 尤其是你那种超级铁粉的 我可以几乎可以跟你讲说 你跟他们几乎是以前 不是讲外星人 你外星人这个说法 实在是太low了 就是说外星人 还有一个人 可以看得到你 那个叫外星人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有一个不同的存在 在这个不同的星座里面 就像我讲这个外星人的意思 就是说你们以为有个火星人 一个木星人或土星人 真的是太low了 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眼睛 所能看到的范围 是非常有局限的 其实那个人 这个人要看到 能够具体成像一个人 一个外星人 那还是另外一种程度上的事情 所以天天这些迷 基本上在过去 他在这个不同的星系里面 就在猎户天狼之里面 他们有一个不同程度的 不同程度的存在 我想用存在 这个字可能比较客观一点 你也讲可以讲能量也好 他们在那个星座里面 他们到这个地球来 那透过五月天 他的创作里面 他们听到的是 他们家乡的音乐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们在每次去演唱会的时候 去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拿那个荧荒棒的时候 或是把手比起来的时候 是跟他们在回忆 他们的家乡的共争 那种感觉 那种凝聚力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他们是一种 星际上的连结 所以那首歌的 那里面的 里面的 我们讲这个曲子里面 这个音频里面 它里面涵盖很多讯息 所以上次 上个礼拜我特别讲说 一个歌曲里面 我们看到文字的部分 只代表这个歌曲 这个声音里面 非常小的一个讯息的含量 可能都不到百分之二十 另外有百分之八十 是非常丰富的资讯 很多人他没办法解 听到那歌 你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就特别有感触跟感动 那感动是什么 可能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你只要五月天 不管在哪里搬演唱会 如果可以 我一定到 这种人的话 就跟他的连结 会非常非常强烈 我用五月天 只是当个例子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 其实五月天是五米 是一个团体 可是事实上地球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团体 不管是从宗教的 或者说乐团的 或者是粉丝 都是一样 其实都是一种内在的共争 所以为什么五月天 五米讲说 我听 我不是听五月天 我是听一种信仰 其实都是一样 如果你在地球 你有看到不同的粉丝团 或者你现在 为什么你对你现在老师 或是为什么 对你现在上师 或是为什么 你现在对你的团体 你现在所隶属的团体 那么样的着迷 其实蒙尔征图上来讲 你跟他们都有非常深的缘分 深到你无法想象 就是你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我跟这些人这样 不同的团体 他们其实都是一种 很深刻的这种交接 在这个缘分在里面 他们有非常强的内在共争 那个内在共争 不是不光这一世的 你有时候在外面看 你就很难想象 说这群人 哇疯了 为什么他们 其实那个强烈内在共争 连他们自己在内部 都没有把他解释 那个真的是 那真的是好几次 大家互相共争 我这一次遇到像一在一起的时候 啪 就这个震动的连结 所以 所以我用五月天这个力量 跟大家讲说 那个是一个星际等级的声音 用这个当个例子 跟大家做解说 我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的 刚刚那个Jack老师说的 那个阿汤哥 那个是三大机 OK 我对三大机没什么意见 就是三大机 所有东西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团体会留到现在 就是还有他非常独特的部分 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就是 因为我们不在里面 永远不知道 这个他们的最棒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你在里面 可能你也不知道 最棒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也认识三大机的很多很有趣的人 那三大机里面有一些 非常特别的仪器 可以测出你的意识状态 我也觉得超神奇 那anyway 反正就是说 大家每一个人有个缘分 在这个地球上 你会遇到 包括你们今天 在这个房间里面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缘分 你们为什么会听到这件事情 别的房间听 就是一样 就是你们为什么还愿意 在这个房间里面听 接口再跟他们 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一个缘分在 那透过我的所说的事情 或许有机会 你可以对你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理解 你永远记得 永远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从现在开始 Jack讲的所有事情 都不见得完全相信 但是Jack只在做导引 就是导引为什么 我导引到最后 你要回到你真正的自己 我再讲一遍 林生疗愈的21堂课 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 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医生 你自己是你自己 管理情绪的方法 不是靠我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不会背这个东西 当作到我自己身上 今天就开始讲一些 很重要的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听黑胶唱片 在台上你们这些人 有没有听过黑胶唱片 Carrie有吗 有啊 有啊 我觉得声音非常的美 美 OK Coreena Coreena 我只有小时候的记忆 小时候的记忆 Coreena 我其实不算有吧 OK Oli呢 也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啊 OK 那我这样讲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出来 没关系 我以后讲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说我讲的东西 为什么听黑啊 为什么讲要意识与合一啊 因为我刚开始来玩音响的时候呢 当然 都是从CD开始了 那现在也没人在听CD了 连CD都已经out of date了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一点 我当时为了买这个玩音响的时候啊 我当时买CD转盘呢 就是你 里面我们要一个升频器啊 就是oversampling 它可以取样从44.1K 它可以取样到196K 那是一个英国非常贵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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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S 我有一个DCS的这个升频器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前级 前级也是DCS 当时现在DCS一套啊 就只有CD转盘 前级这个升频器跟前级 这样一套啊 可能就超过100万了啊 就光这样三件事啊 我里面我要两台啊 现在可能搞不好是200万 我已经很久没看了 10年前就已经超过100万了啊 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音响已经贵到 不知道 你无法扑反想象了 然后再经过一个前级啊 再经过一个前级啊 然后呢 放大以后 我有个monomono的后级啊 都是两边非常大 非常重的机器 我两个喇叭 一个喇叭呢 200公斤 每个喇叭 我身高175啊 每个喇叭都比我高啊 一个喇叭就200公斤 两个喇叭400公斤啊 那我的喇叭里面 有四个中音 四个高音啊 两个12寸低音啊 左右个 左右个是这样的话 等于说我有八个高音 八个中音 还有四个12寸的这个低音啊 所以这个量感来讲 是非常大的啊 那我的那时候音响呢 这个音响呢 是属于那个 马克雷福森的创造了 马克雷福森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了 马克雷福森 现在的Lexus汽车里面 上面如果你还看到 他音响的牌子就叫 马克雷福森 当年呢 他是音响的一个天才 他是个大体影家 所以他后来把 马克雷福森 创造出在三十几年前 我也忘记了 搞不好四十几年前 创造一个 最luxury的一个brand 最luxury的一个品牌 那时候全世界最 贵的音响牌子 就叫马克雷福森 就用他自己的名字 后来他用把自己的名字 把自己公司给做倒了 所以他就把这公司 又卖出去 他自己离开这家公司 但是因为他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牌子留到现在呢 Lexus Lexus汽车呢 还用这个品牌呢 来作为他们汽车影响的牌子 那马克雷福森 当年离开了以后 他就创立一个品牌 叫Cello 因为他是大体影家嘛 我家的喇叭就是Cello 我家的前辑就是Cello 那这个就不管了 那后来呢 我听音响听得 很着迷的时候 就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进入黑胶唱片 那因为玩CD 我已经玩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我连CD 从最早期的CD都开始收 就是你从1980年开始的时候 1985年吧 全世界开始有出现CD 开始出现CD的时候呢 都是有钱的国家 才有能力做CD 去买版权来压版 哪些国家有呢 美国 英国 或是以前的西德 跟现在的日本 就是这四个国家 比较有钱 还有买到版权 而且有那个技术 可以压制CD 但是我觉得CD 我们大家印象中 都可以 Lifetime forever 就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坏 00跟1 可是呢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现在有一些CD 当时最早期第一版的英国版 到现在已经开始剥落了 那个coding的成立 已经开始剥落了 那不管怎么样 那时候比较过早期的CD 跟现在的CD 声音完全不一样 你家的音响不够好 所以你听不出来 没什么差别 你家的音响够好的时候 你也发觉 最早期的CD 它里面的讯息量 比现在的CD 同一个版本 东西多太多 可是现在人也不重视 也没什么感觉 就先讲 也无所谓 反正也听不出来 那为什么后来玩黑胶呢 因为我黑胶要进入这个前坑 各位讲前坑 我一点都不夸张 你一个系统 要进入一个东西 要改变的时候 就另外掉到一个前坑里面去 当时在黑胶这个前坑 我到底要不要跳进去 我想很久 因为我知道 你光黑胶转盘 跟黑胶软体 就是软体跟硬体的 这个投资非常大 对我来讲 我想了很久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 我要嘛不投入 要嘛一投入 我都要找最顶级的 那个钱都非常非常贵 后来还是投入了 就是人了好几年 后来还是投入 一投入以后 第一个 这个黑胶转盘 先不讲转盘 我们先讲黑胶唱片好了 黑胶唱片 从最早期的版本 到现在的版本 你越早期的版本 那真的是有些添加 不管是这个 不管是这个古典音乐 或爵士 也甚至有的摇滚乐的 那个黑胶唱片 都是添加 如果有些非常稀有的版本 为什么 因为当时压制的就是这样 而且黑胶唱片保存不是很容易 上次跟大家说过说 我看你拿黑胶唱片 我就知道你会不会玩黑胶 因为你拿 你拿有个手法在 而且黑胶唱片也很麻烦 就是它也很容易脏 脏了以后 你还要去洗唱片 洗完唱片以后 你要知道说 你每听一次 每听一次 其实对黑胶唱片来 就是耗损 那我们就以为说 其实黑胶唱片 好像没有这个CD方面 没有错 可是黑胶唱片 用到现在 状况都很好 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CD 我放了这么多年一下 有些CD都已经不行了 甚至有些东西 因为当时coding的关系 可能有些还不太能听 那黑胶唱片 基本上最早 我们先不用讲石墨级的 从虫胶开始 后来现在都是用 巨绿语系的 就PVC 那各位可能没有看过 虫胶的唱片 虫胶唱片 待会会放给大家听 是我亲自录的 那个长胶唱片的声音 因为虫胶是 各位不知道 虫胶是什么东西 虫胶在小提琴制作的时候 就大部分都用那种天然胶 天然胶它是很脆的 你知道小提琴 它面板跟底板 合起来的时候 小提琴 基本上来讲 先带一下 小提琴基本上是 说乐器里面 制造完成度最高的 什么意思 因为小提琴设计 就是可以修的 它设计的时候 就是弯有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面板跟底板 可以拆开来 拆开来以后 又可以合回去 所以它那个胶 以前特别注意 要用虫胶 或是用动物胶 或是植物胶 这种植物胶 动物胶的好处就是 一切进去的时候 你有硬力 一卡住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从 那个接点的地方 轻轻的 尤其是年月久的 它会脆化 碎化的时候 你一个硬力 一卡的时候 啪就打开了 那现在吉他 其实吉他 不是一个完成度 很高的乐器 我这样讲 对不起 如果你弹吉他的 我这样讲 你不要建议 我是从维修的角度看 因为你吉他 你要维修它里面 基本上你就要破坏它 破坏它的结果 基本上那个吉他 都毁掉了 可是小提琴不是 大提琴也不是 它是设计来讲 就是可以维修的 它旁边是可以 撬开来的 那个虫胶 当时就用那个虫胶 虫胶在那个 非洲非常多 就是一种树里面 它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虫啊 吐出来的 这个一些分泌物 后来以下 就可以了 虫胶的用度 非常非常多 也可以做那个 很多的这种 在化学上面 一些作用 以后再跟大家提 我们在做乳化剂的地方 可以用很多虫胶的地方 那回过头来 现在都是用PVC PVC来讲 现在以黑胶上面来讲 以早期的黑胶上面来讲 还是要看 因为当年就是工业化国家 哪些国家有钱 它会比较拿到 比较好的这种 胶质 其实比较好的 是哪一些国家 那还是一样 欧洲国家 你看 如果我们台湾当时 在三重的鸦片厂 我们其实台湾当时 也做了很多 国语的黑胶唱片 像费玉清 像你可以知道 邓丽君 好像这些 像那个 像那个很有名的 科学 有什么名字都忘记了 对啊 他们做这些黑胶唱片 都在我们三重的 鸦片厂做的 其实那个 本身那个PVC 跟那个胶 就跟国外的胶差很远 就是国外胶 因为他们有钱 可以买到比较纯的 原料跟材料 所以以黑胶唱片来讲 欧洲的跟美国的 甚至日本的 都会比 都会比这个 这个台湾的 这个唱片的品质还好 声音也不太一样 OK 那最早期来讲 这个黑胶唱片 也还是有分单身道 单身道还是 刚开始了 有单身道 那现在 后来就有立体生出来 就是中生道 那说中生道理 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讲究 对我们来讲 玩黑胶的人 其实你把黑胶唱片拿出来 我们都看什么 看那个label 就上面有个标签 一看了标签 就知道是第几版的 那要做假 也不是很容易 就是一样 这个都是做collector来讲 你去看那些 不同的收的 那我收的最贵的一张黑胶 是那个 史塔克的825万周 Mercury版本 最早期的 当时买的时候 就十几年前买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一张 就已经超过四万块新台币了 那我花了十几年 这一张十几年 后来卖出去的时候 几乎是被秒杀的 还有一张是 这个就不讲了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黑胶的时候 其实玩黑胶的时候 蛮有预示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我最主要跟大家讲什么 黑胶上面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这个唱片可能是50年前录的 可是录这张唱片的 这个录音师呢 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听过 这张黑胶唱片真正的声音 我再讲一次 这张黑胶唱片是50年前 这个录音师 他在现场把它录制下来 各位你知道 黑胶上面是 先录一个模板 然后再翻版成一个金属板 后来再用这个金属板 再大量复制为其他的板 那他在录的过程里面 他可能非常专心 可是录当时 把这个黑胶做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播放技术 并没有这么好 我再讲一遍 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黑胶唱片 录成黑胶的时候 他还把很多东西 很多讯息 很多记录 都记录在这黑胶唱片上面 但是 他当时的播放 当时的科技 没有那么发达 没有办法把 当时的黑胶唱片里面 所录进去取来的讯息里面 能够真正把它挖掘出来 所以他当时用 当时的黑胶唱盘 去听他当时录出来的黑胶唱片 其实那个声音是不是完整的 但是他录东西进去是完整的 在讲很有趣 他录的东西是完整的 可是他当时的播放系统 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显示录放完整 那现在呢 现在有很多技术 现在唱针 那个绕线 里面的绕线 哇那材质不一样 唱针也不一样 唱针也很进步 唱针现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质 那加上呢 那个唱壁 现在有真空气符 然后那个唱盘 也有那个什么 真空把它吸得平平平 连那个转盘呢 都可以气浮起来 把所有的摩擦力都消失掉了 所以那个 现在转盘都非常非常的稳 连那个马达的共振 都可以把马达拿出去了 离开那个转盘 从外面来做带动 结果这样的结果呢 就现在的转盘呢 听50年前的黑胶唱片的时候 可以把当年的很多的细节 又透过现代的科技 可以挖掘出来 所以当时录音师听到的声音呢 可能跟现在的声音是不一样 这个很奇怪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讲 300年前 我们都知道 现在小提琴最贵的 Slavati Armati Gonari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小提琴 制作家 当年他们做这个小提琴的时候 他们没有听过这个小提琴 的最成熟的声音 他们当时把这些琴做完以后 就是一把新琴 各位你小姐有意思吗 300年前 他们做这把Slavati的琴的时候 它做出来就是一把新琴 虽然说当时的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但是它的声音还没有成熟 声音怎么成熟 过了10年 20年 30年 叫做aging process aging process aging process有好几个process的过程 就是它的木材开始慢慢老化 老化的过程里面 那加上有人拉揍以后 它的面板 侧板跟底板 它的硬力 就是因为你知道 各位你可能不会做小提琴 做小提琴是 这个侧板 它要把它用热烤 热烤 把那个弧度烤出来 然后它到最后结合的时候 也是一样上下把它压住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琴为什么没办法 很开放的震动 就是它你一个琴一拉 这个声音传递的时候 这个面板正面板的 侧板正侧板的 底板侧侧板 好像一个新婚夫妇一样 他们在一起 其实彼此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 所以要彼此干嘛 要磨合 一把新的琴也要磨合 所以磨合到大概将近50年以后 哇 这个弧一拉的时候 那个弧的震动 马上传掉到面板 然后面板马上传到侧板 侧板马上传到底板 或者透过音柱 直接传到底板 哇 那个声音可以 瞬间 大家together 你知道吧 三个 以前本来是互相打架的 现在力量没有分散了 一起声音出来 所以那个声音 就会非常非常的通透 非常的舒服 没有什么太多的杂音 现在很多的心情 都有很多杂音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300年前 这个Sovari 他做这个小提琴 他从来没有听过 这把琴最成熟的声音 一般这个成熟声音 都要经历过一两百年之后 这声音才会成熟 黑胶唱片也是这样 黑胶唱片当时 50年前录音的时候 这个当时录音的这些人 可能都没有听过 这个唱片真正的声音 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的科技 把这个唱盘做到一个等级 唱针也进不到一个等级 整个播放等级 到进不等级 突然之间 你听到一个声音 你这辈子没听过 而且黑胶唱片 它是音轨的 它是一个物理上的接触 它有唱针词在音轨里面滑动 然后在这鬼壁的左跟右边 刚好是左声道跟右声道 然后透过一个小小 这个小小的震动的时候 然后透过放大器 把它放大出来的时候 哇 那个声音跟CD完全不一样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炒豆的声音 如果你的这个黑胶唱片 本身如果说 保存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会听个炒 有些 或是 有些清洗不干净的声音 可是 如果说状况还可以的话 你会听到 你会听到一个 你这辈子都没有听过的声音 当然 因为 黑胶唱片有个好处 CD你根本没法调什么东西 你只能换牌子而已 比如说菲利普 换什么 或是换什么牌子而已 黑胶唱片 你知道 同一张黑胶唱片 在你自己的系统上面 一样 你光唱真的增压 改变一点点 或是说 你那个巡轨的角度 再换一点点 或是说 你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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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棒锤 就是 反正 它有很多 包括你那个唱片阵 你换一个唱片阵 放在上面 像我的技术是可以 我用一些涂层 或是我的唱片阵 放在上面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开始 就可以优化 就是完全不一样 会改变他们共振结构 所以你知道 稍微在里面动一点点 或是把那个 把那个唱头 换一个牌子 不管换什么牌子 那个声音马上就变化 就是哇 你可以同一张唱片 你可以听到好多种声音 但是因为现在人 比较没有那个时间 去玩这个变化了 那慢慢就没有办法做 去练习 有这么多 我当年为了玩黑胶 真的花了很多的金钱 很多的时间 去体会出声音有什么样的特色 跟声音有什么样 不同的感受 这是我对声音的这样理解 我讲到现在 大家有没有什么 要问的 或者比较不理解的地方 有没有 好 接下来我就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了 就是数位跟类比 到底跟人有什么差别 就是今天我讲的主要 刚才全部在做个铺陈 因为如果你没听过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听 那不用刻意听 因为有些 怎么讲 有些人 现在的黑胶上面 你在淘宝 买那个黑胶上面 有些实在是不太能听了 真的不太能听 那因为它播放戏 它只有这种 一种feel 一种播放黑胶的feel 好 回过来讲 数位跟类比的关系 最主要是今天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其实都在生活 在数位的世界里面 现在大家都用KKBOX 或者是用那个iTunes听音乐 其实我们数位取样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CD就是44.1kHz 就是一秒 因为你知道吧 一个旋律 它在波动的时候 数位一定要取样 一定要把它切割 因为数位就是01 概念上是这样 它一定要切割 所以当时CD CD它定个格式出来 它一秒取44100段 就是用44.1kHz 做一个单位 然后呢 做一样的切割 那后来当然有进步到96k 或是192k 就是它取样的这个东西 越来越多 感觉起来 它那个频率响应的曲线 会更圆滑一些 但是还是一样 它是片段的 就是每一秒取44.1k 或是每一秒取96k 或是每一秒到192k 基本上来讲 照逻辑上来讲 取样数越高 听起来应该越自然 这样我就讲这样 可是你要知道 我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类比的 还是数位的 就是我们人 你的耳朵 你的身体 是类比还是数位 当然是类比的 第一个 他不会这样回答 他说 什么是类比 他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类比 基本上呢 类比 自从英文翻译过来 叫做analog 就是类比 类比就是连续的意思 就是连续 有点像连续 数位就是段落 分段的 我们什么事情 切割切割切割 然后再一起做计算 因为你要计算 所以你要切割 才能计算 那类比 基本上 它是一个连续的 一个东西 它没办法做 要另外一种计算 但是不是用 这种方法计算 那我回过台 问说 你身体是 数位还是类比 基本上 大概用这个 两个方向去分 当然身体是类比的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们是类比的 我们人就是类比的 不是数位 所以基本上 我们听声音 尤其是音响 基本上 从喇叭 就不管它的储存 装置 是不是数位的 里面的电流 再怎么样流动 你不管是什么 前机后机 你只要 因为我们人类 是要靠喇叭 振动空气 我们才会听到声音 我们听不到 机器里面的声音 我们听 最后我们听 是听到声音 是从喇叭开始 压缩空气之后 你开始听到声音 所以从喇叭的阵膜 开始压缩空气 那一刹那开始 跟数位说再见 从那一刹那开始 全部是类比了 就是喇叭 所以所有东西 你不管你机器多高级 你买这个Apple的这个耳机 买这个HomePod的这个音响 或者买这个Beats的 什么蓝牙音响 都是一样的 你不管你花多少钱买 它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这个多少钱 都是在它硬体的部分 可是最终它的喇叭 在压缩空气 一刹那那一刹那 它做的东西 只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喇叭压缩空气 那个品质 那个震动的品质 会决定你听到的音质 就那个震动的品质 决定所有一切 所以它那个震动的品质 在压缩空气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进入类比了 我们人类开始接收 有空气的震动 然后我们是感受到 那个喇叭开始压缩空气 那一刹那 它产生那个quality 它那个vibrational quality 它那个震动的品质 就是我们就在接收 那个震动品质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说 这个喇叭听起来模模糊糊的 因为它震动的品质不够好 这个喇叭听起来很干净 它震动品质会比较干脆一点 所以我们人接受的是一种类比讯号 所以为什么讲医疗等级 就是说 这个声音有达到疗愈等级 就是它震动的品质 已经能够非常能够把真实的 这个声音的品质 在后面可以传递的出来 声音的品质里面有很多部分 不是光只有它唱什么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 它的气音 它的连续性 它的感情 都能够真实的在声音里面 透过传达 而不是只有一个melody 跟一个声音 就是我们大伍者听 这个是鼓 这是节奏 大伍者就听这样 可是它到里面传递出来 那个等级的声音 那个音质 就是很重要 所以当然因为现代人 比较没有感觉 而且各位你看 我们在台上这几个人 大概只有赖医师 比较有机会听到 比较好的声音 因为他是医生 对不起 我为什么这样讲 不是看得起 或看不起赖医师 因为真的 我以前认识的音响界里面 的朋友里面 很多都是医生 医生 他真的也比较有收入 可以afford起 第二个 因为医生也比较忙 他休闲的时间里面 听音乐队 大概想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奢华 那当然 这个当然也蛮贵的 就是你真的要听到 一个好的声音 我觉得真的也不便宜 就像现在 如果你要拉到一个 很好听的小提琴 也是真的不容易 那就我讲那个价钱 这价钱非常不容易 那回过头来讲 跟哥哥讲说 为什么现代人比较无感 第一个 第一个 没有时间练习听 第二个 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听过 身体是会有记忆的 你听过这种声音 你会记忆一辈子 说哇 这声音可以这样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我以为这个声音 就是我家里的 Apple的耳机 或是我家的这个 我已经买到最好了 这个苹果就最好了 HomePod的 这最好的蓝牙音箱 一个两万块钱 或一万多块钱 对不对 我已经用到最好 你还要怎样 其实你没有听过更好 那是Apple非常厉害 品牌也很好 Beats 我拆过Beats的 那个蓝牙音箱 真的 他那个音箱里面 做的比材料 还真的用的 比其他品牌用 做的比较好一点 但声音有没有比较好 不一定 就是你用的材料比较好 不代表你声音比较好 就像以前 做小提琴的时候 你用天价的材料做 做出来 是不是一定做出 最好的声音 不见得 有机会 相对比 那些烂的材料 比较有机会 但不代表一定 这个声音 就是有趣的地方 在这里 OK 所以 人类是类比的 是连续性的感受 不是那种 切断性的感受 那回过头来 现在我们 所有的数位录音室 我们所有录音室 其实都是破碎的 为什么这样 跟各位这样讲 其实我们因为 现在录音室 没办法 因为有很多 很多音轨 就是很多音轨 很多音轨 真的音轨 很多音轨 就是很多麦克风 都可以进来 那你在录 甚至你在录一个 爵士乐团 可能假设 这个爵士乐团 假设十个人好了 或是五个人 然后加五个人好了 就五支麦克风 它可以分别录 分别录的结果 就是可以分别调整 甚至如果你有 甚至我上次 听一个笑话 是这样讲 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不是那个录音师 他说 他录一个 他录一个 这个小的chamber music 就是将近有十几个 左右的乐团 他可以请他们 个别回家录 你知道是吧 就是他只要戴一个耳机 那大家给他一个 一个节奏跟速度 然后他就 他就演出他自己 那个部分就好了 他就把他那个档 寄来给他 寄来给这个录音师 录音师可以把这十个人录音 统统把它命运进来以后 还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调速度 每个人都可以调音高 他要是哪里 这个音高稍微有点 就是不是那么准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它调上来 调到最后 这十把 十把乐器 就可以调得非常干净 然后到最后 就是一个很干净的 然后而且 那速度都可以制 然后很干净的 很完美的 就呈现出去 就可以出生一张CD 反正人家也听不出来 但是慢慢的 我觉得有机会 如果各位 你慢慢理解的时候 其实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 是破碎的吗 如果你有去听 以前那种类比声音的话 类比以前 跟我们现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 这个材质处理 材质取得比较困难 而且没办法 重复不断的录 就是说 现在数位录音 你可以 这次不行 来重来 你知道吗 反正我的只要硬碟够大 你知道吗 我可以重复几次都可以 像拍摄影也是这样 我发现 我手机 每个人手机都可以拍 每个人手机都可以摄影 每个人手机都可以录音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结果 就是怎样 就是你花很多的时间 在后制 就是我可以 刚刚我讲了 对不对 我一个录音室里面 有十把月期 或者甚至这十把月期 都在不同的地方 我可以用过 大量的后制 把一个 拼奏出来一个 完整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 以前录音不是这样 以前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前置 因为这些人来 到录音室 或在一个录音空间里面 是非常不容易 的一件事情 交通费 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 对不对 来了以后 以前的这个磁带也好 或是说 以前的这个 这个录音设备也好 他每一个 他每一个录音 都是花钱 就像以前摄影一样 哇靠 以前那个摄影的 第一个 那个摄影的软片又贵 对不对 然后你光录一次 你要不专心投入的时候 导演一喊 会拿刀子杀人 对不对 你刚浪费我多少影片 对不对 那影片多少钱 对不对 我没办法再重录一遍 因为再重录一遍 我再拿一个新的交捷 那都是浅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当下 他在做每一件事 以前在拍一个 艺术作品的时候 或是在录一个 录一个作品的时候 这个producer是 在前置工作里面 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每一个环节的细节 到最后呢 一开始录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努力 你知道非常非常专心 而且包括演奏者 也很专心 指挥也很专心 录音师也很专心 你知道那个场啊 那个录音的场啊 我在讲啊 这个场 同时所有人存在 都在那个场里面 那个场的状态 全部录音在录音里面 我再讲一次哦 因为当时录音很不容易 所以每个人录的过程里面 都是非常谨慎 非常专注 所以他会创造一个场 那个场呢 就是当只会说开始 或是录音师开始的时候 开始录下去的时候呢 不止光录到了声音 他把每一个的意识状态 都录在那个声音里面 那个场就把它录进去 各位你说那有这种事啊 真的 真的是这样 那个场录进去以后呢 那个所有的讯息 就留在那个录音里面 他没有办法在后 因为他们没有 以前没有那么大的 后制的能力 可以改变这些东西啊 可以把每个人声音调一调啊 然后把哪个打音削一削 没有啊 就是one tag就结束了 对不对 你不行就不行啊 你拉错就拉错了 或者怎样 所以大家都在前置里面 花非常多的专注力里面 在里面 在前置作用里面 所以 那个东西所流出来的讯息 跟现在来比 哇 天差地别 所以现在录音的非常干净 其实很多讯息都不变 尤其是 尤其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尤其是很多录音师啊 他说过很多专 每个录音师的耳朵都不一样 你知道是吧 他觉得干净的部分了 他其实把很多很多的翻译 都给我消除掉 所以我听到一个 很有名的录音师 上次我一直在听一个 一个深圳 很有名的一个录音师啊 他所做出来这个录音的唱片 所谓发烧等级的唱片 我在那边听的时候 我说天哪 这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录音就在我们喇叭面前 不到一公尺 那个声音所有讯息 就停在那里 后来一公尺之后 就是我们距离那个喇叭 大概将近三公尺 我们距离喇叭大概三公尺 但是呢 这个最重要的讯息 大概差不多一公尺左右就没有了 你知道吧 根本就进不到我们身体这边来 所以虽然说 那个是一个发烧等级的这个录音 同时呢 里面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 做得非常干净 也表现能力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 哇好干净哦 动态好大 其实里面完全没有能量 对我来讲 就是他那个东西 其实在录音室 在录的时候 尤其是录音室 那跟录音室有关 录音室他在混音的时候 他决定要把什么东西消除掉 他在消除掉的时候 就把那个录音东西 全部都没有了 就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个人就跟各位讲过 一个声音的连结的流动呢 有五个很重要关键 就第一个 作曲家的意识状态 第二个 演奏家的意识状态 第三个 这个播放系统的演奏家 作曲家 演奏家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录音室 对 录音室的状态 然后第四个是播放系统的状态 最后一个是聆听者的状态 这每一个环节 都是靠运气 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每一个环节 这个没有办法连接的很好 其实这个作品 就是一个样子而已 我再讲一次 作曲家的意识状态 演奏者的意识状态 录音室的状态 跟这个播放系统的状态 最后聆听者的状态 它完全会形成 所以为什么有些早期的录音 比如说 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是贝拉芳提 在1964年 196几年 在卡内基后 她那个录音 为什么卡内基后 她那个录音 可以录到那种等级 卡内基后 在纽约 卡内基以后 那也是很老的音乐厅 为什么那个音乐厅 到现在还是人家觉得 在那里面演奏 那种临场感 那种声音的力量非常强 其实你要知道 老的这个 所有的音响都一样 这个音响你在 你如果有机会 到一个音响店里面 听了一个很不错的音响 你百分之百 把它package起来 然后你把它 什么东西都没有遗漏 包括每一条线 包括我们所有的器材 所有的喇叭 都跟现场一模一样 你把这套线搬回你家 我跟你百分之百保证 那你在音响店里面 听到声音 跟你家听到声音 天差地别 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都会比人家 比较烂 而且会烂很多 我说奇怪 我不是买把 我去音响店 把这个全部打包回家吗 因为你们家 第一个 你们家的这个空间的铲响 跟那边不一样 第二个 就算你们家空间的铲响 经过很好的设计 但是你们家空间 要需要养 你知道吧 因为它是类比的 它不像数位的 它不是能够这样 打一个手势 这样一声 就是它马上就会变成 这个声音 不是的 你知道 这个所有的音乐厅也是一样 你家的音响是一样 你在刚才播放的时候呢 你那个喇叭所出来的声音 它那个声波打到墙壁上面 你的墙壁需要练习 你知道吧 它练习接收这个东西 这个喇叭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 墙壁接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它基本上刚开始是乱反射 你知道吧 所以你在家里听着声音的时候 第一个 你觉得 我是不是买错了 为什么 老板是不是故意给我换了一套音响 表面上一样 为什么 我在音响厅里面 在那个音响室里面买的音响 我觉得蛮好的 怎么到我家里面听这么难听 第一个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一般来讲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他跟这个空间要共振 这空间需要养 就好像葡萄酒 要养 养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墙壁跟地板 跟天花板 他会慢慢习惯 这个喇叭的声音的共振 他会跟他一起共振 就好像一把琴一样 一把心钱 拉拉拉拉拉 刚才很难听 你越拉越拉越拉 拉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发现很多杂音会消 因为大家互相协和 这个也是一个共振墙 空间也是一个共振墙 所以这方面呢 你慢慢去学习说 对这个声音的体会跟感受 那就刚刚跟各位讲 解释一下以后 完了以后 我放一个声音给大家听 这个声音就上次 我跟大家提过 就说 这在我的Facebook里面 生活美学的Facebook里面 你到里面的影片档里面 有看到一个 这个我的主题叫做 声音的灵光乍现 他当时这个录音的时候呢 是没有电的 是在录在一个虫胶上面 你想想看一个黑胶唱片 这没有电的状况 怎么录下来 他就是一个大的漏斗 那这个歌手呢 对着那个漏斗唱 然后在漏斗的边边 这最尾端呢 有磕片机 他透过这个漏斗的震动 去震动那个磕片机 各位再讲一遍 没有电哦 去震动那个磕片机 震动磕片机 它是个母带 母盘 对不对 然后去翻版的金属 然后再用虫胶 再把它刻成一个虫胶唱片 如果你现在有去看 我生活美学声音的声 Facebook 你把那影片调出来 叫声音的灵光乍现 然后我这个唱片 应该已经到现在 已经快一百年了 还不到一百年 已经快一百年了 然后呢 在一个非常非常 完全没有电的 这个播放器里面 然后去用一个 用个几乎像铁针一样的 这样一个唱针 然后他也没有喇叭 他就是在那盒子的后面 声音就从盒子的后面出来 再讲一遍 录这张黑胶唱片的时候 是没有电的 播这个黑胶唱片 也是没有电的 是用当场 当场是这样手摇的 用一个弹簧手摇 上三条以后的 而且一面 颈多只能唱五分钟而已 不像现在黑胶 可以唱那么久 一面只有大概 三到五分钟而已 那你听一看这个声音 是当时用这样的一个 没有电的状态 把它录下来 同时呢 在一个没有电的状态 把它播放出来 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会听到很完整的讯息 就很神奇 我会听到很完整的声音 再听一次 我就录几秒而已 好你看看那些以前的录音到底在录音什么 当然你能听到听到什么 就是当时是一个没有电的状态的时候 录出来的一个黑胶唱片 在一个没有电的状态 也不是双声道 也没有什么立体声 可是你会发觉那个声音对你的感动 天哪 这个人好像又一百多 将近快一百年前 这个人就好像在你面前唱给你听一样 那种感觉是完全无法用文字上去形容 或用你的意思上去理解 所以声音这种穿透的能力 跟声音所潜藏涵盖的这些东西 不是现代人这个科技 所以能够完全理解 不是科技不对 是科技还没有跟上来 科技还没有跟上来 慢慢的 以后再跟大家讲 叫声音的什么叫声音的单位 声音的单位 声音里面有光度 有光度 你声音可以听到的 就好像在瓷系 如果你看瓷系 像叔父比他们拍卖那个老的瓷系 不管是明朝的或清朝或乳窑 对不对 瓷系有个老光 大家都知道 去看这个老光 所以有些人会做旧 把瓷系做旧 会做这个老光 老光看起来很温润 很舒服 比较那个新瓷系 其实声音也有老光 就是你应该听到声音里面的光度 你能不能慢慢去体会那个声音 什么叫声音的光度 就声音里面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 光度只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慢慢大家会去体会说 哇 原来这种数位 类比录音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 是我们耳朵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所以慢慢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听不同的黑胶上面 或听不同的这种数位录音 你可以去做点比较 慢慢你可以把你耳朵练起来 就是你慢慢可以知道说 原来在声音的相度里面 有很多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那我今天就讲了 就是讲了 大概跟他讲说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听黑胶唱 声音有这么多种可能 可是以前我没有经历过 好不好 好 那我讲到这个部分 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一起来做分享的有吗 我可以分享一些 可以可以可以 王爷爷请说 就是 其实为什么有人还是要听黑胶唱片 因为我有在学校展课 在大学展课 我曾经也放过 同样的一首歌的版本 可是CD的版本 跟黑胶唱片两个版本 给同学选 问他们说 他们比较喜欢听哪个版本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CD 因为黑胶听起来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好听 因为就像杰克哥你刚才说的黑胶 他其实第一个他 你听黑胶的时候有很多草豆声 对那草豆声可能对于现代听习惯干净声音 数位录音的人会觉得有点很干扰 对 另外他其实还有一种叫heats声 对 heats声其实就是任何的声音收 透过麦克风收进来 变成电讯之后 他其实都有一个底噪 可是因为以前的录音 比方说Beatles那个年代好了 Beatles那个年代 他们在录音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混音器 就是他们的mixer可能只有四轨 可是他们要录一个管弦乐团 跟整个乐队的时候 可能有三四十轨 这么多个声音要收进来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并轨的方式 比方说四轨 先用四轨收 这四轨再并成一轨 然后再收四轨进来 剩下四轨再并成一轨 所以他的很多heats声是叠加起来的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那种老的录音有没有 哇那个都heats声都超大声的 你一开那个音响就听到 那个声音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并轨来的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听黑胶 在现代的聆听习惯来讲 他不一定比较吃香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听黑胶呢 是因为我觉得黑胶 他多了一种温暖跟不确定性 因为如果说我们听数位录音的话 他因为他就零跟一的编码跟解码 所以他其实你今天放跟明天放 他大致的素材声音是会接近一样的 可是比方说我们听黑胶好了 我们今天听跟明天听跟后天听 他可能会因为天后 可能因为今天的电磁波 可能因为那个转速不太一样 他有太多影响的因素 可以去去影响他听到的quality 所以你会觉得这东西特别有人味 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惊喜 所以对我来讲 因为我是个录音师 现在都是在录音室里面都是数位录音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 我反而喜欢听这种有人味的黑胶 这会给我一种不一样的 不确定性的那种刺激感 这是我想要补充 为什么我要听黑胶的原因 很好 谢谢你 王爷 你讲得很好 就是说黑胶就是一样 让人喜欢也让人 你知道吧 黑胶你要保养 要洗 而且状况每张又不一样 如果你能拿到教室里面 给人家播放黑胶的系统 基本上来讲就比较 你知道吧 你要把东西搬过去 其实也比较不容易了 我刚刚给你们看那个播放的机器 你们要家里搞一台也不可能 那你搞一台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他的目的是说 他用这个黑胶刚才播出的声音 把它录成CD 然后大家自己在CD听 或者用一种数位存取的方式 听以前他所录出来的这个声音了 那大家反正我今天讲这个东西 不是在讲黑胶上面有多好 其实讲完了以后 其实我跟哥他讲 也没有人会听黑胶 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门槛其实是有点高 而且就刚刚讲 王爷讲的 其实里面有很多落差 里面有很多技术 同一张黑胶上面 可以在不同系统里面 听出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就这样讲 今天跟明天 因为你唱真的角度 唱真的这个增压不一样 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也在好玩的地方 就是还有对于这个 好像一个人生的 uncertainty 可以在黑胶里面就呈现 那CD你什么都没办法做 你就是用人播放而已 那顶多只能换器材而已 就是你用所谓更贵的 或是更不一样的CD 有不一样的CD的声音 大家就这样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分享的 其实也没有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黑胶唱片 然后喜欢到在巴黎 开了自己的这家店 然后上次有提过 你开黑胶唱片店 对对对 我在巴黎开了一家黑胶City唱片店 然后而且我们主营的可能是 就是古典音乐这一块的这个碟片 然后其他的音乐类型也有 但是也不太多 但还是其实还蛮能体会到这个魅力的 我说很多东西肯定 这个老师会明白了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也收了一些78传 而且是我们也是接触过 因为常见的黑胶唱片可能会有一些 像比如说33传那种塑料的那种 已经非常大批量生产的那个状态了 但我们也收过一些很小的78传的 很沉的那个树枝唱片 然后他那个树枝唱片就很脆弱嘛 然后我自己亲手还打碎过一个在店里面 然后结果这个还没有听之前 你就再不会有机会能听到他了 然后所以有这一类的一些故事 然后我觉得这种物理性质的这种声音 还是很特别 包括其实大家在选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现在二手的这一块 因为他现在新生产的并不是很多 那二手的这个唱片当中的话 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他的品项 并且就是说你找到你自己 可能会比较相信的卖家之类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品项的定位定义 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也会一来二去 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 不过这些都是乐趣了 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collector的时候的一个乐趣了 然后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镇店之宝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箱子 然后它其实是那种手摇的那种唱机 然后只能放七十八转 然后这个放可能就放个三十分钟的一首小歌曲吧 然后但是效果非常的惊人 然后就是所有现场听过这个 他们都觉得哇这个这个真的很很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人类其实记录声音的历史 我们其实想想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就是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是这么先进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 生活在人类记录声音这个历史的元年 就是其实我们最早能把这个声音留存下来的 是那个最初那个时间点 离咱们还并不遥远 其实就在我们可能都就是 就我们一百年之前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就是即使如此啊 这一百年当中的历史都有很多很珍贵的很感动的东西 包括其实在最早就是人类记录声音这么辛苦啊 就是弄这么大一个机器 然后还还这么麻烦 然后只能录三四分钟 但是人类也是依然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想要记录下来 包括其实我们收的很多碟片 有的时候未必是音乐 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什么语言教学的那个录音 然后还有什么各种鸟的那个叫声 是由专门的鸟类学家 然后他给就是给分出来 给然后给你戏剧讲 然后说几分几秒是你哪个鸟 然后很好笑 所以就是还是有蛮多趣事的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刚才我已经 刚才你讲那个机器 我刚才就播了 我有播我刚才 就是之前我在现场听过这个机器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我去关注那个生活美学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亲自来这边听一下 也非常谢谢Audrey 所以你现在还在巴黎吗 对一直在巴黎 你现在还在巴黎啊 我在这里对算是定居吧 因为我已经在这边生活八年半了 然后就很多东西在这边 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 也十几年前 去巴黎的时候呢 在圣母院附近 就有一家这个黑胶唱片行 我一看到 哇就我在巴黎待了六天 我有六个晚上都在那里 然后每每天晚上都从那里搬来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因为黑胶 黑胶上面很重嘛 结果我就左手提一袋 右手提一袋 然后带 然后带到我的旅馆里面去 然后呢 每次六天以后呢 哇好 我的旅馆里面就堆了两三箱 你知道是吧 后来太重了 我还要去南方玩 所以没办法 最后一天我就把全部拿到邮局去 然后把他寄回台湾来了 我非常理解 我非常理解 然后我有很多玉米朋友来 也是这边 然后说来了之后说 我只有半个小时 结果在这里待了四个小时 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对 而且再有就是其实也是我自己开店的体会 我也是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我扮演了某种程度上 算是扮演了一个心理资商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其实他不一定非得了解音乐 他也不太懂 然后他也不太知道舒伯特是谁 虽然他可能会说 我好像挺喜欢舒伯特的 但是呢 我可能会去 我就会引导他 我就会说 那你比如说你喜欢其他哪个类型的音乐 然后他大概给我描述的时候 我会知道 那个是什么样子 那可能对应到古典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那他可能会说我要钢琴 或者我要冷峻的风格 或者要什么 然后我就会去给他找到这个 我就是一个人工AI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去找到这个风格 然后我就去establish你的那个你的那个需求 然后之后呢 就是并且是你会发现啊 当可能他的那个那个first demand 一旦他去establish了之后 他这个人他就会被touch到 然后他可能就放松下来 他就会跟我讲很多 他的感情的呀 或者是他的听这种音乐 会让他有的心情啊 或者说他可能过去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事情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期间我们就会找到更多符合他心情的一些歌曲 包括其实就是我也会问他 那你平常听音乐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那我可能配合你这个场景去给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你喜欢那种庄重宏伟的 还是说你喜欢那种舒缓的 然后非常平静 非常小资的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去进行对应 所以后来其实就是在帮着大家去打造自己的私人收藏 包括其实也会陪伴你的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因为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可能会拿几张过来跟我说 我不要这个了 然后我听腻了 然后呢我们是拿一个折旧架收回来 这个钱也不退你 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继续在店里面再继续选 然后把这个钱给抵掉 然后所以他们会就是 等于说就慢慢在打造自己的收藏 包括自己其实是在去 就是去打磨自己和声音之间的关系了 然后就一直去有一个自我的成长 然后可能他们的性情也会有一些变化 可能原先喜欢这样的音乐 后来变成喜欢那样的音乐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这样的 这个生活蛮快乐的 对就是要不是因为疫情的话 也欢迎大家反正到巴黎可以过来 然后来玩一玩 好啊谢谢你 我你的分享非常好 就是说在黑胶唱片里面 其实最重要我觉得 Audrey你的声音本身具有疗愈能力 所以为什么人家愿意跟你聊 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你的声音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你的声音本身来讲 就比较让人家愿意可以跟你聊 比较愿意听你讲 所以你的声音有一个特殊的一种共鸣 我给人家一种感觉 第二个就是说 你知道吗 播黑胶其实就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就有一个反 就一个有个对比 你知道吧 有个反差 因为黑胶很不方便 它有个仪式感 你知道吧 就是第一个它一面呢 也比CD也短了一点 然后还要再翻面 然后呢 因此呢 看你的运气了 还有你的播放的技术了 那可能也没有黑胶那么好 可是在播的 它就是有一种氛围会出现 那是CD所创造不出来的 那你在播那个CD的时候 在播黑胶的时候呢 就要一个人的午后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阳光洒进来 自己泡一个小咖啡 然后呢 自己听到黑胶上面 真的会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会带你到一个身心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它把你带到哪里去了 所以那个状态是会创 那个黑胶上面的声音 会创造一个场出来 会帮你带到一个情境里面 那个情境里面 或许对你自己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一个场域 是那个黑胶上面 帮你带进去的 我觉得大家 就像那个赖医师讲的 如果那闷槛不是太高的话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真的 你不要太讲究的话 不要太讲究板位的话 其实黑胶上面并不是太贵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一杯咖啡的钱 都可以买一张黑胶上面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今天我相信 大家也花了很多时间 也谢谢台上所有朋友的分享 那你们给我很大的鼓舞 也很大的支持 那今天晚上 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们今天也一起打开了 一个更深层的多 一些提升的 一些听的能力 让我们继续探索生意的力量 我是杰克 我们相约台北时间 星期天晚上十点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喔